我们展开的是一个pad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在lunch的时候是可以通过左右滑动去操作这个我们lunch的一个鱼装的应用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游戏里面这个去体验到我们在大饼 大饼状态下的一个轻鱼乐化的一个状态 一个游戏的一个感觉 那现在我们是播放一个游戏的一个一个运用 那我们现在这个系统搭载的是8高通708系的一个系统 那运行游戏这个方面的一个一个状态是十分流畅的 那我们在游戏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暂停 然后比如说你在使用到使用车折回到一个状态里面 我们再通过存产器折回来 然后回到刚刚那个游戏 那我们可以继续开始这个状态 对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上滑回到回到我们的lunch 再转转过来回到我们那个lunch里面去 这边也是可以通过开始刚刚的应用 回到我们刚刚lunch里面 然后这边lunch里面也可以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桌面的一个状态 然后都是操作我们想要的一个应用 那WordOS它可以把这个屏幕的图标指动使用 对现在我们WordOS是使用一个流动的一个概念 那流动概念只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场景里面 比如说翻转它能够识别我们传感器 然后识别的内容作揽 比如说我们刚刚开游戏 那它就会响应到把游戏应用调入到这边 那这边比如说你是刚刚的那个lunch 它就会识别到那个lunch 然后再回到这边来 像它这样这个弯曲屏幕的时候 是有特定的一个手势还是就是随意有关去 现在我们是能够支持一定到180度的无极的一个弯曲的一个状态 那您在使用状态的那个过程中是可以根据你自由的一个使用的方式去弯着这个屏幕 那您能再演示一下那个拍照吗 拍照的演示 OK 现在我们拍照是使用一个双摄2000万加1600万的一个双摄的一个摄像头 那我们双摄在正常的拍的状态下是使用我们这个前置的一个状态 对 但在弯折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区分到前置跟后置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就是我们后置的一个状态 那翻转过来的话就识别我们这个翻转的传感器 然后切换到前置的一个状态 相当于它的这个手机里边是内置的一个传感器 对对对 然后是判断你使用的场景 然后调用这个相机的一个功能 那它那个分屏使用是怎么做的 呃现在分屏使用可能这个 呃因为有一些版本它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迭代 可能这个版本 就不是在拍照的情况下 对对对 是的 就是还是属于一个那个初期的状态 呃对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迭代于版本 因为呃这个版本可能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版本有一些功能是 可能是在亮相里面在这上 对好 OK 谢谢